这个 大家好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是我的全家父 这张的是我爱人 因为他跟我是同班同学 我是唱舞声的 他是唱花旦的 我儿子当时才一岁多 现在是得三十多年了吧 我是演员杜玉明 大家好 欢迎杜老师 欢迎来到群慧 你好 欢迎杜老师 你好 中间请 刚才你说我光头也想反派 不光头也想反派 现在站到杜老师的面前 师父你觉得 我是那好人中的好人了 也没觉得 其实杜老师走进来一看 就特别平易近人 你关键是在生活当中吧 对吧 就不像好人 你们都跟我生活过吗你们 还对 杜老师 刚刚您这张照片 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有特点 之前的嘉宾 可能要不会拿一张 真正的全家福 是 或者会拿一张演出的剧照 作为开场照片 我觉得您这张照片好就好在 它既是一张剧照 又是全家福 而且我看到那个剧中 就是您刚才也 简单地介绍一下 您是这个京剧课班出身 对 然后武生 而且是 我是学武生的 我做科八年 后来我拍戏也是 不过达比较多 京剧对我后来从事 这个影视表演 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来说一下 刚才照片里 那个是演哪出戏的剧照 红桥赠珠我演的二郎神 关于二郎神的这个戏 其实我们看的还真不是特别的多 有没有一些个什么 二郎神的特别的动作 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二郎神大家都知道 它用的是那个挤 其实真正上台之前的 要贴一个眼睛 贴一个 因为二郎神是三只眼嘛 川剧也有 也有这个二郎神 它们特点是 要三只眼的时候 它会贴一个正腿 就是拉开以后 一个正腿 它就从后点把那个 粘到了上 这是川剧特点 但京剧是 京剧是不以这个为常 京剧是上去就贴好 京剧比较讲究 一朝一世 规矩就很 我们叫很观众 群英慧是一档 传统文化的节目 大家也非常喜欢看京剧 我觉得今天这样 杜老师来了 先让杜老师自己 展示一小段 我们看看 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这个在京剧的时候 这个叫大枪 它不是二郎神用的那个挤 耍这个枪或者挤的时候 它的用法和那个比例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可以代替 站好 您先简单来点 我们先在边上观摩一下 好不好 这样简单的 这样简单的 好 你是比较 转身 转身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就这样 最后一 好 您教他简单点的 正面这样 正面 能捣清楚这手吗 我帮你拿这手卡 大概捣一下 大概 我们都躲远点 都躲远点 刚才谁说我像坏人那个 来 走 这我学会了 好 架势不错 抓尾 对 抓尾 对 抓尾 可以 反正 对 反正 反正 两个像 两个像吧 怎么样 这杜老师您给我们亮个像吧 这个最后再亮 不管是大枪还是大刀 我们基本上是枪头是冲怀里的 最后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我们就太需要拉胯了 像开门的 对 像开门的 像开门的 我说你土匪一点都不冤枉你 谁说的 你们看我这像土匪吗 说出个台词就不像土匪了 那你说一个 葫芦王 葫芦王